大家好 最近我们有发布一些教程 是关于这部非常优秀的影片 土耳其撩望塔 一个技术层面上的一些小解析 我们分析了它的一些转场啊 或者它的一些效果等等方面 但是这部片子它更大的意义 不仅仅是它技术层面上的一个突破 而是在人文方面 或者是说在更多非技术层面 它是有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意义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点 自己的着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更好地理解这部片子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的话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你已经看过的话 这部你就可以直接跳过 这部片子的声音 我可以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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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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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同样出现了他的面部 其实导演是想告诉我们 整部片子都是从他的眼睛里 从他的视角里 去看土耳其这个国家 不管是人物景 以他的视角来展现 所有看到的一切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海浪往中间拍打的这个方向 其实跟书本打开的方向是相反的 在这个地方呢 他也做了一个隐喻 就把这两样东西比喻在一起 这个旋转转场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了 像这里呢 应该是一个土耳其的历史人物 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 它是被印在一副锦旗之上的 它就像翻书一样 把这一面旗帜给翻过去 这里又出现了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同样也可以在影片的最后看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对一个老人的特写 之后老人之后呢 就转向了两个小朋友和一个小孩子 这个是整个影片经常会被用到的一个方法 就是对比人物的对比 青年与老年的一个对比 可能也呼应了他音乐experience的这个主题 就是人生也是一种旅程 这个地方前后也是一个对比 在他从教堂之后出来的这么多人群当中 就忽然转到一个人的背影 这里呢原本是拍天花板上的灯 然后这个小朋友 他的视角好像就是刚刚看完这个天花板之后 然后眼神自动的就转到了别处 那转到了什么地方呢 刚刚这个地方 就一个小朋友蹦的一声就转到另外一个画面 其实这个飞鸟也是一个旋转的意思 这里呢如果仔细看会发现 原来是一个土耳其的那个国家的一个钥匙扣 太快了 然后直接转到这个土耳其的国旗上 这里就是呼应了他的音乐 我们看一下啊 他拍到了这种视景气息非常浓厚的一个小巷子 那为什么这里要加一个飞机呢 现在我们整个人的视角是一个仰视的状态 不仅有飞机还有一只鸟在空中飞翔 他是想把我们的视角带到跟空中的这些事物一样 来进行一个鸟看的效果 我们就一下子从刚刚的仰视 就变成了现在空中的俯视 俯视土耳其这片大地 这里一些人物很多手的特写 他为什么要拍一只脚 一个是手和脚的对比 一个是这个脚 他踏向的这片土地 他一下子把它放在空中 这片土地就是刚刚这个人踏过的土地 有一些人物啊动物的一些拍摄风景 这里有一个非常撑道的地方 就是一只鸟在飞翔 这个人他的动作也是像飞翔的状态 这两个人站在这里也是像双手打开像飞翔那一 这里的转场就是用运用了很多遮罩转场 我们之前也说过 他这里有拍非常非常多的手 这些手都是劳动人民的手 其实你去看一个国家 也应该多多关注这个国家最底层的人民 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 他们生活的方式 往往才反映了这个国家最真实的一面 看这里 先是有人打开了一扇门 里面是一个小朋友 然后转到另一个小朋友 拉开一扇门 用门和小朋友作为一个转场的媒介 这里的转场呢 就是一些颜色相近的 比方说这个小朋友的鞦韆 和这个蓝色的布 这里是猫和狗的对比 这里是一系列非常多的人物特写 这里就是很多形状相同的物体 像这个方形 进行转场 方形中的圆形 这个据说是土耳其的一种图腾 也是圆形 也是进行一个转场 有非常多的大人小孩 而且这里是随着音乐的起伏 它的画面各方面都变得比较缓 就像人生会有高潮也有低潮的时候 非常市井的气息 这里可以看到自从这只鸟飞翔之后 所有的都是旋转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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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的旋转 旋转 还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一个拉长的动作 和在拉小提琴的动作一致 最后影片的结束呢 就会出现 一双眼睛 是开头的时候出现的那位女性的眼睛 整体就是一个首尾呼应的感觉 这个给这个片子给人的感觉 一个是充满了市井的气息 同时它也不乏一些 对于美丽的自然风景的一些拍摄 把两者非常完美地进行了一个融合 其次呢 在不断地特写一些人物 对人物的动作 进行的细致的记录 就把他的这个主题给升华了 所以这个experience 不仅仅是作者的这一趟旅途 也是视频当中出现的 这么多土耳其人的一个 experience的缩影 好的 以上都是一些个人的着见 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如果你对这个片子 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欢迎跟我们一起交流 谢谢各位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懂 用得会 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 下期见